于书欣的新剧《小森林》终于要开播了 看了预告的我表示 这一剧我是追定了 毕竟没有谁能抵挡得住来自愚昧人的魅力吧 美妆补主vs高冷直男 这种连于书欣本人都知乎高甜的剧本 我可不能错过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在这周的前任与现任同台之后 苍蓝爵的演员和一众角色好 都来给与美人做宣传了 这种跨平台之间的友好互动 平时还真的是少见 突然有种团魂炸裂的感觉 苍蓝爵不愧是苍蓝爵啊 看得出来我们的新兴子 跟各位主创演员们都相处得不错啊 好了回回正题 既然说到与张冰冰的小甜剧 怎么能不放点糖出来呢 实话说这次的官方真的很给力 不仅真诚回复植物学家的质疑 花絮也是不藏着掖着 那无料是一个比一个香啊 据还没播 吻戏花絮就出来了 期待值一整个被拉满 吻戏一直扑扑扑 毕书欣你怕是要笑死我 这难道是甜得要吐泡泡吗 转头再看看路透 我已经开始想象超甜剧情了 CP感也太足了吧 是谁客到了 我不说 而且更意外的是 本来以为与书欣张冰冰是第一次合作 谁知他们俩在极限挑战上就已经认识了 当时嘉宾们还拆带给他俩开了相亲席 把与书欣害羞的直接躲到了黄明浩的身后 小女生的可爱动作惊险 看到这儿我只想说 Justin你是追着于书欣可随批吗 极限挑战时 克于书欣与张冰冰 滑雪节目上克于书欣和林依 苍蓝爵又扣起了地心引力 甚至在这周你好星星六的舞台上 你也是亲眼见证了于书欣前任与新人的竞争 真运气 真的是走到哪儿 克到哪儿啊 要是没选上的话 我可以去做摄像吗 哇 现在你不要泄气嘛 对啊 你是今天的关键 你好会哦 Justin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于书欣太百搭了 诺诺的声音 甜甜的长相 拍了这么多戏 跟谁在一起都十分的有CP感 可爱有趣的性格 更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就拿他在极限挑战中的表现吧 为了让于书欣多吃一块牛肉 今天哥哥那是脸哄带骗 牛肉胖嘛 吃到肚里那都是劲儿 你想吃你就吃两块吧 我真的怕胖宝贝们 不胖你太瘦了 牛肉不会胖呢 吃牛肉不胖 长劲儿还 有力气跳舞什么的各方面 太瘦了你真的是 要有点味道才行 对 好吧 在一声声的太瘦了中 迷失自我 是于书欣的内心写照没错了 不过有时候 太好骗也不是啥好事 在于书欣的胜任直播上 一个大盆中的蛋糕映入眼帘 本来想尝味道的信心 在被工作人员告知 盆是翻糖做的后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上牙咬 关键被骗了一次之后 第二次还持续上当 把工作人员都给逗笑了 你看你看外面能吃吗 外面谁是翻糖的 这个真的是翻糖 那你过来吃一口 你过来咬一口 我刚刚已经咬过了 你咬 你真咬 真的能吃 真的是翻糖 有点机灵 但不多 要不是当下在直播 我相信那个锅盖 会落到对面小姐姐头上的 所以之后面对粉丝借钱时 于书欣就学机灵了 最后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于书欣在拍小森林时 于是带了三百多套衣服 去了剧组 而且据官方爆料 就光在剧中 于书欣就有近140套穿搭 这的确很符合于美人 美妆博助的形象了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加快脚步来追剧吧 说不定还能学到 不少穿搭技巧呢 入股不亏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